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当地时间4月19日 加拿大警方举行新闻发布会 证实自18日晚开始 在辛斯科社省首府哈利法克斯发生枪击案 直至19日白天才结束 枪击案已造成包括一名警察在内 至少10人死亡 多人受伤 枪手已死亡 警方曾表示枪手疑似身穿警服 并疑似驾驶巡逻车 目前案件正在进行初步调查 凶手作案动机等还不清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事件死伤者表示哀悼